哇 我們買這個 不管是買寶可夢劍或寶可夢盾 打到現在已經快到最後了 才看到這個劍跟盾出現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寶可夢劍盾 我是魏維 玩的是劍的版本 上一集 我們在洛茲大廈找到了冠軍 這一集 我們就來開始冠軍賽 我們出發囉 決戰的話 我們會碰到很多很多的對手 不過突然冒出一個對手是 之前被退賽的彼得 彼得他就變成一個那種妖精屬性的 訓練家 他首先派出的這個是 大嘴蛙 大嘴蛙是剛跟妖精屬性的 那我就派出我的小姐姐用火焰球去踢他 講沒有問題的話 一次就把他踢死了 這一次的冠軍賽就要跟很多很多的對手決戰 第一個就是彼得 然後他會派出沙奈朵 沙奈朵他是那種超能力妖精的 你們要派出蟲跟惡的寶可夢來對他 所以我來替換一下寶可夢 這樣我有 五套趕尼羊他是有二的緊咬不放 我就用五套趕尼羊來打他 這樣我就用緊咬不放 沒有一次把他咬死 死出什麼 冥想 那我再死出一次 緊咬不放應該就可以了 他特攻提高了 希望在他沒有攻擊我的時候 就可以把他咬死 好的 沒有問題 把他第二個寶可夢也解決了 然後他會派出烈焰馬 烈焰馬的話 他是那種 火屬性的 我們要派出地面或岩石的寶可夢 那種替換一下寶可夢 像無套趕尼羊還有岩石封鎖 那我 來換大佬 大佬還有地面屬性的攻擊 地震 他先使出了精神利刃 哇 地震來了 是蠻有效的 就可以把他送回家了 最後他會派出來的是 布利母溫 布利母溫他是超能力 妖精屬性的寶可夢 所以我來替換一下寶可夢 我來換回無套趕尼羊 那因為這是他最後一個寶可夢 所以他會急劇化 所以我也來把我的無套趕尼羊 急劇化一下 然後用我的急劇惡霸 咬他 好出現了出現了出現了 急劇化了 布利母溫超級劇化 然後這個布利母溫超級劇化的話 超強的 我們就試著去咬他 一次沒有辦法把他咬死 接下來 他要派出的是什麼 應該是很強很強 啊 撐住 撐住 有點頭昏 有點混亂 那我就 繼續來個 急劇惡霸 希望不要打到自己 有時候混亂的時候會打到自己 沒 empt 接下來布利母溫 要用 很恐怖的一招 好久無套趕尼羊撐下來了 那我就再來急劇惡霸打他 啊 出現了全副药嗎 正在混亂中 急去惡霸 啊 没有把他打死 接下来我的舞蹈凯良可能会被他打死 布力母温室还是很强 这个时候我来回复一下体力 来一个全满药 好你有全满药我也有全满药 当当当 全满 体力恢复 蛮强的 那接下来我再来一个紧咬不放 混乱中不要咬到自己 我差最后一集就对了 又使出了精神强烈 哇 哇 有点危险要哭了 剩下最后一集 紧咬不放 最后一个 派出来了应该是巨甲舞者 是虫属性跟水属性的 那我就派出我的 阿贝 好久没有派出阿贝 就可以用他的 overdrive 叫什么 霍英 来打他 来打这个水属性的 继续了 霍英 啊 一下就被杀死了 下面一个宝可梦 他会派出互斗尖缩 这个互斗尖缩真的蛮厉害的 那我让阿贝继续战斗 他还是水属性的 不过他攻击超强的 那我就 用霍英 使出植充酸 你看你看他很强他很强 效果绝佳 好险顶下来了 好的 接下来派出金鱼王 那我就继续战斗 不过我打算先补一下我自己的生命值 来一个 呃 有一个可以补120的 厉害伤药 哇 补起来 补起来 使出了攀布 蛮厉害的 不过 阿贝要 使出他的 霍英 我这样一直把他击破了 水属性的用电去电他就可以了 通常我都是用皮卡丘 不过 后来我发现阿贝也可以用电属性的攻击 这下派出了大嘴鱼 我就继续战斗 他反正都是水属性的就对了 好 好的 那我就还是来破音 破音下去 大嘴鱼 一击就让他回去了 最后他会炮出的是暴石龟 暴石龟的话也是水属性的 我就让阿贝继续战斗 这个是他最后一只宝可梦 他会急剧化 所以等一下我发出破音的时候也来急剧化一下 我就来个急剧化 然后急剧闪电 如果等一下我的阿贝不小心被打死的话 我还有皮卡丘也是电属性的可以跑出来 哇 哇 超恐怖的 那接下来就 使出直循闪电 这么恐怖 也是一下子就回去了 重看不重用 耶 这样我们就打败了路里娜 阿败阿败你强 打败路里娜之后 接下来是要跟彩豆决战 彩豆的话 他是那种格斗道馆的馆主 所以他派出来就是格斗属性的宝可梦 他第一个他派出来的是摔角鹰人 摔角鹰人是那种格斗飞行的属性的宝可梦 那我就派出我的妖精属性的双奶仙 那就给他魔法闪耀一下 来咯 魔法闪耀 啊 借石出了弹跳吗 没有闪到 哈哈哈哈 那接下来我就来一个 吸取之文好了 因为他等下要跳下来打我们 我们会受伤 所以受伤以后 马上吸他的体力 我这样一吸就把他吸回家了 出剑招 回家吧 嘿 接下来派出葱油冰 那我就继续战斗 他反正都是一些格斗属性的 我就都用双奶仙来打他 因为等一下我还是要继续用双奶仙来打他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我的麻痹的状态治疗一下 就来一个 解麻药 啊 指出了夜刃 痛痛痛 不过接下来我把你体力吸过来 就来一个 吸取之吻 哦 哦 这样一下就把你吸走了 我们打败他第二个宝可梦 也是 格斗属性的 接下来他会派出也是格斗属性的 他都派出格斗属性的 要派出的是八爪武师 八爪武师的话我就继续用双奶仙来跟他战斗 就来一个魔法闪耀 就来一个魔法闪耀 同样也是格斗属呢 那 就继续战斗 那他说什么呢 闪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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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弱太弱 好的 那最后派出怪力哦 怪力的话 他也是格斗型的 撑住啊 撑住啊 这是他最后一个宝可梦 所以他急剧化 那我们也来急剧化我们的 嗯 巧思白 来一个 急剧妖精哦 嘻哈 好 超大的双奶仙出现了 双奶仙超有用的 可是我再说 接下来他也要急剧化哈的宝可梦 那不晓得是谁先出招哦 双奶仙吸吧 指出 急剧妖精 哈 没有一下把他杀死 接下来我们撑住 撑住 急剧攻击 哇 好险撑住了撑住了 那我就用急剧妖精在吸引你就好了 要洗出全部药吗 哈哈哈哈 体力回复 体力回复 再吸你 我差一点没有把他吸死 指出急剧攻击 速度降低 最后一级来了 最后一级来了 哦 没错了 这样我们就把彩豆解决了 打败了 打败了格斗属性的彩豆以后 下一个我们要面对的是 龙的道馆的奇巴娜 道馆挑战的时候 奇巴娜说他没有出尽实力 现在不要小看他 哈哈哈 知道了 哦最后这个 有点担心哦 这是龙的道馆的奇巴娜 他要派出的是 没炭龟啊 没炭龟他是火属性的 火属性的宝可梦 那我就派出我的大狼 然后使出那种地面的攻击 来攻击他 使出了日照 那 呃 看我的日照 好当心被燃烧太阳烧焦哦 就来个地震 哦 厉害 可是我新的成员 大佬 哈哈哈 帅 接下来他会派出的是 黏美龙 黏美龙他是龙属性的 那我就替换一下宝可梦 用我的双奶仙 用我的草丝白来打他 我先来个魔法闪耀闪他 然后如果没有把他闪死的话 我就用吸他 我吸取之吻 那就 来啰 闪耀一下 啊 没有把他闪死 我吸取之吻 指出什么 球雨 那哪招 那就来个 下雨咯 淋在热红红的身体上 是不是格外精良 呵呵 用什么用 我就来个 呃 魔法闪耀好了 啊 指出全部药 哈哈哈哈 那我就来个魔法闪耀 还是没有把他闪死 那再来一个吸取之吻 啊 解决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他的第三 第二个宝可梦 年美龙 好的 接下來派出 暴炎龟兽 暴炎龟兽 他是那种 火属性 龍属性的 兩種属性的 宝可梦 我就来替换宝可梦 用我的大佬 回来打他 大佬 用地面的那种地震 来震他 還出了暴炎龟兽 看起来是很威的样子 地震 震他 很威嘛 很威 一下就回家了 第三次很快的解决了 然後他会派出的是沙漠蜻蜓 沙漠蜻蜓是地面的 跟龙属性的 我就来派出我的 無套感羚羊 我来打他 用水去 阻挡着地面的攻击 地面跟龙属性的 沙漠蜻蜓 那我就来一个 水流裂魄 先使出了什么 沙暴 还下雨 现在又有风沙 那之前还有那种日晒 他就控制那种天气的那种道馆的馆主 又使出了水流裂魄 控制天气还是被我杀死了 OK 接下来要派出的是铝钢龙 铝钢龙 是他最后一个宝可梦 那我就替换一下宝可梦 铝钢龙他是那种刚属性的 所以就是要格斗跟火属性的去打他 那 格斗跟火属性的我可以派出不要停的小姐姐 不过现在我想要派出的是大佬 因为还有格斗的 刚学到的爆裂拳 试试看 改喽 哈哈哈哈 他跟他自己讲话 威威威 那 看起来就很帅的感觉 就来一个极具画 来一个极具拳斗 我这个 格斗的 激情大闹吧 我的好伙伴 他要急去画 哦吼吼 好像以为我大吓的感觉 什么 好几层楼的感觉 我也来急去画一下 我也来急去画一下 哦吼吼 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谁先出招 蛤 他先出招了吗 哦哦哦哦哦 哈哈哈哈 危险 危险 大佬危险 急去拳斗 给你一拳 有点担心效果不是很好 这样叫效果绝佳哦 那我再来一个 急去拳斗 哦哦哦哦哦哦 哈哈哈哈 大佬加油 第二集賣酒打回家 大佬好威好威 帥耶 這就戰勝了 齊巴娜 還要自拍留念 要演的背號87號 晉級的是大奶妹選手 最後我們就要跟單地決賽 終於我們要跟冠軍決賽了 單地 在那邊等我們 正當開始準備決賽的時候 突然發生了一件事情 快看螢幕 螢幕 螢幕就是 洛茲 他說 單地 大奶妹 他說他要讓暗夜重現 哈哈哈哈 說現在情況有點危機 他控制不住了 本來想要啟發暗夜 可是能量溢出了 要是單地可聽我的話 事情就不會變成這樣了 哈哈哈哈 他覺得現在闖禍了 冠軍賽要暫時終止一下 單地說他去解決現在的問題 剩下主角跟賀普 賀普跟主角說 想助大哥一倍之力 然後說 但是我連你都贏不了 能幫上什麼忙呢 沒有別的選項嗎 沒有回家吃屎吧 沒有 我就說你可以的 結果賀普就想說 要去找兩隻沉睡的寶可夢 去哪裡找呢 我隨便亂選了 哈哈哈哈 劇情說一定要到 唯妹森林去找寶可夢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唯妹森林 去找劍跟盾兩個寶可夢 那我就一路走到這邊來 小心不要碰到其他的寶可夢 走到迷霧中間 然後有點往左邊走 這樣 這邊有點往左邊走 然後 然後撿這個 然後到這邊以後啊 我再往左邊走 然後往右邊走 接下來呢 我再往右邊走 然後往左邊走 然後往左邊走 接下來碰到這個兩個岔路 再往左邊 那邊有個精靈球 先拿一下 我再往左邊走 這樣就可以看到賀普了 這邊有蠻多岔路的喔 然後蠻多岔路的 不同的岔路都會拿到很多的精靈球 所以可以在這邊冒險一下 他們在這邊看到了 兩隻傳說中的寶可夢 帥帥帥帥帥帥帥 然後他們看到了Sonia 還有Sonia說 劍的寶可夢叫做蒼翔 盾的寶可夢叫做藏馬蘭特 所以他們要繼續去找寶可夢 往前走 往前走是一個蠻漂亮的地方 好像一個夢境般的感覺的地方 怎麼會這樣 這個是遊戲啊 不要想太多 然後到前面這個廢墟這邊 就觸發劇情 你就上前拿到的是一個劍 獲得了俯首的劍 為什麼拿到的是俯首的劍 因為我買到的是劍的版本 我猜 如果是買到盾的版本的話 現在拿到的會是俯首的盾 赫卜說我就拿盾了 拿到劍跟盾之後 赫卜就說 劍跟盾兩個寶可夢可能還在沉睡 果然還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幫大哥 所以接下來喔 你可能想說要去哪裡喔 他這個城鎮地圖就會說 接下來要去全關競技場 在這個地方 你沒有辦法直接傳過去 你要先走出這個 唯昧森林以後 才能用飛翔計程車傳送自己 所以就 一路走出去喔 希望不要碰到其他的寶可夢 離開唯昧森林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飛翔計程車 把我們自己傳到全關市 有時候沒有辦法傳喔 有時候沒有辦法傳喔 像我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辦法傳 像沒有辦法傳的時候 我有錄個影片 就是可以用寶可夢露營 錄完以後就可以傳了 我現在來寶可夢露營一下 幾分鐘後 結束錄影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飛翔計程車了 看現在我們要去 全關市的話 沒問題 出發 好 到全關市以後 跑到全關市以後 我們去全關競技場 到全關競技場以後 會看到 會長的秘書 奧利維 所以我們就要下去地下工廠 好 好的 這邊 這邊就是往地下工廠的電梯 就我們到能源工廠以後 在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洛茲 就是會長 看前面那個 一大塊破碎的這個東西 好像是 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寶可夢球 然後破碎開來 洛茲說 你要幹什麼呢 我要阻止暗夜 真是驚人 你在說夢話嗎 最強的叫無吉泰納 已經覺醒了 他因為他自己的理念 所以他喚醒了 一個魔王 無吉泰納 他不會讓我 我破壞他的計畫 所以接下來 我們要跟 居然要跟會長決鬥 今天真是好多好多的決鬥 然後 洛茲來挑戰 他派出了一波牛騎士 波牛騎士 他是蟲跟鋼屬性的 我就不用提小姐姐來踢他 哈哈哈哈 解決了 接下來 會長要派出的是齒輪怪 手下不留情嗎 你也太客氣了 太不客氣了 我唸錯了 他要派出的齒輪怪 就是有三個齒輪 還是兩個齒輪的 我來替換一下寶可夢 我來替換成 逮囉 大佬 齒輪怪他是剛屬性的 那用格鬥跟火來打他就很好 那大佬有那種格鬥型的攻擊 就是要什麼什麼拳的 爆裂拳還是什麼拳 所以我打算用 大佬的爆裂拳來打齒輪怪 齒輪怪 使出了惡意追擊 都使出了爆裂拳 沒有擊中嗎 哈哈 蛤 那我就 用個 再用一個爆裂拳 希望能夠擊中 惡意追擊 惡意追擊 爆裂拳 剛才沒有擊中 擊中的話就死了 哈哈 哈哈 這齒輪怪被我們打掉 我差點死了 我的大佬 然後他會派出堅果啞鈴 堅果啞鈴喔 是那種草屬性的 那我來 把我的 不要停小姐姐再換回來 用火來去燒他 OK的 那接下來是派出他第四個 喵頭目 就繼續戰鬥 喵頭目啊 他其實是剛屬性的 用格鬥跟火來打他 那我打算最後 最後是那種大王同像 用格鬥跟火來打 那個大王同像 我打算用我的大佬去打 那個大王同像 不過 我想要先幫大佬加一下 生命值 我有一個 利害傷藥 加120 使用到大佬這邊 這樣等一下我們打完這個 喵頭目的話就可以用 大佬去打大王同像 好的 所以 我就用 火焰球來打喵頭目 最後這個決戰 所以可以打好多好多人 所以喵頭目被我們打敗了 一踢就踢死了 好的 然後他要派出大王同像 我來替換一下寶可夢 我來換我的大佬 補滿血的大佬 出現 出現 上把大佬 好 最後一隻了 真是有點傷腦筋 我派出了大王同像 就是他最後一個寶可夢 所以他會急劇化 那我們就來把我們的大佬 直劇化 用爆裂拳來打他 不要忘了直劇化 不然就冷掉了 帥帥帥帥帥帥帥 就這樣轟轟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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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拳頭 打一半而已嗎 好的 指出了集聚超能什麼的 頂住 頂住 頂住啊 我再來個集聚拳鬥給他 腳下傳出來奇妙的感覺 空中 飛下來一個拳頭 啊 沒有意外大王童下被我打死了 好險剛才有補一些生命值喔 不然現在 我的大佬就有點危險了 這樣我們就把洛茲打敗了 大南美國男友一手 還有兩手 不愧是 冠軍 挑選的道館挑戰者 真是不好意思喔 讓你之前的道館挑戰都白費了 他要解決能源問題 然後冠軍來救他 他說現在冠軍已經在上面在抓無極太娜了 如果好奇的話就當升降梯上去看看吧 呵呵呵 如果輸了去會議人的賀普 你也會去吧 大家在嘲笑賀普 好可憐 好 那這個地方我有看過喔 沒有什麼東西 我就離開 然後坐電梯上去找 單地喔 你可以上了嗎 可不可以上喔 我要看一下我的生命值有沒有補滿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生命值有沒有補滿 喔 沒有補滿 我來補一下我的生命值 好 都補好了 那我們就出發囉 接下來我們要打一個龍 無極太娜 一開始看到單地跟他對戰 哇 你看看這個 無極太娜他是那種毒跟龍屬性的 現在要跟他對戰 然後把他收服 看我的冠軍時刻 看你失敗 結果 失敗 哇 哇 所以現在主角就要跟 無極太娜對戰 超多對戰的 我就不要停小姐就火球踢他 壓迫感 壓迫感 火球來囉 火焰球 噔噔 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呵 指出 十字毒刃 有點痛有點痛 接下來我再 用火焰球踢他 哇 哦 差一點 無極太娜被疏傷了 哇 被我燒到哦 接下來再用火焰球踢他 好的 打這無極太娜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他還是沒有放大的階段 我們把他打敗了 接下來他會放大 急劇化 哦 這個情景跟 路易吉 羊樓好像哦 最後 所有的東西都被吸上去 哦 急劇化的 無極太娜 你會發現你怎麼樣打都打不過他 沒有辦法出招數哦 無極太娜出現了 那這時候如果你 不管換任何的寶可夢 想要出招都沒有辦法打他 然後說我現在用小姐姐 小姐姐 想要踢 一個火焰球 踢給他 火焰球 無法使出招式 為什麼 怎麼會使不出招式 如果再用火焰球 還是沒有辦法使出招式 差點忘了是不是在維媚森林找到劍弓盾 遜能夜期也不行 賀普說這時候 要把 殘破的劍跟盾拿出來 說不定會有效果 他們拿出來的時候 神秘的事情 奇蹟發生了 在維媚森林裡面 這個小土丘裡面 原來葬的劍跟盾 他們復活了 還是他們本來在沉睡 現在醒了 我們買這個 不管是買寶可夢劍 或買寶可夢盾 打到現在已經快到最後了 才看到這個劍跟盾出現 維媚森林 這個地方超遠的 不過劍跟盾 他們是神獸 一下就飛過來了 雖然這個神獸飛過來 不過他們還缺少武器 所以 破舊的劍跟破舊的盾 現在也要復活 變成一個全新的劍 變成一個全新的盾 所以現在這兩隻神獸 分別拿了劍跟盾 其實他們兩隻打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在旁邊休息 他們就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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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來用挖洞,不要地震 地震雖然很厲害,但是會把其他人殺到 所以我用挖洞 直打,這個無枝泰納 哇,超帥的 巨獸斬 這麼帥的寶可夢應該早點出現 接下來是盾 最後這個動畫真的很酷 所以光靠這個寶可夢,這兩個寶可夢就可以打到 打無枝泰納了 無枝泰納使出急續火爆 然後,我們使出什麼? 我們使出鑽地 使出捨身衝撞 我使出了挖洞 哈哈哈哈 帥,帥,帥 使出了巨獸斬 就是你了啦,靠你了 好帥好帥 善馬蘭特使出巨獸斬嗎?還是 河 塞馬蘭特使出巨獸坛嗎?還是 波 我就知道你會打我 使出了蛙洞 又跑出來打人 帥 那我再使出蛙洞 就是這麼賤 巨獸斬 我覺得蛙洞還蠻不錯的 巨獸斬 哇 巨獸斬已經 快要死了 這次 就是彈他就死了 哇 巫吉泰娜回家了 我還沒有鑽地鑽走 你就已經死了 趕快抓住他 我來捕捉一下 捕捉 捕捉是用哪一種球我覺得都可以 我練習的時候是用精靈球 我猜用精靈球就可以了 最爛的精靈球 出動囉 應該都可以抓到 不管你用什麼球都可以抓到 不管你用什麼球都可以抓到 帥帥帥帥 成功跟我練習的時候一樣抓到他了 任務 嘿嘿嘿嘿嘿嘿 哇 危機解除了 神獸也離開了 游戏还没有结束 我们是要打单地冠军赛 打到一半突然中断了 那现在我们要继续打单地 我们就来到了宫门竞技场 准备跟单地决斗 不过在跟单地决斗之前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才抓到了 无极泰纳 我觉得超酷的啊 我想要这个龙属性的无极泰纳 来对抗单地 我来换掉激情皮卡丘 帅帅帅 单地说没想到 我把无极泰狼加入队伍了 就来打你啊 如果你派出龙属性的 我就用龙属性的来打你 最强挑战者 每个最强的宝可梦组合 出烧吧 大奶妹 来缔造一场 注意在迦勒尔地区流传千古 改变迦勒尔未来的冠军赛 享受冠军时刻吧 来咯 最后的冠军赛跟单地比赛 你本来以为 你打最后的这个无极泰纳 就已经 结束了 没想到 还要打单地 单地第一个 派出的是 是什么呢 剑盾剑 剑盾剑怪 剑盾剑怪是刚属性 刚跟幽灵属性的 我就派出了 不要停小姐姐 出发 让我来 使出我的 续能验食 打 我接下来 剑 战斗切换 他攻击了 暗影球 撑住撑住 那我再使用一个 续能验食 把他送回家了 暗影球真的超厉害的 他把我杀死了 好的 那 单地会派出六个宝可梦 这是第一个 我们还有五个要打 他派出的是双组战龙 我就替换宝可梦 双组战龙是龙属性的 我就派出我的无极泰纳 出发 好 那 双组战龙 没问题的 我就可以那个龙属性的攻击 不过 也要我们可以先攻击才可以 过格 我就来一个龙之波动 希望我能先出招 双组战龙被我们打败了 回家了 然后他会派出的是踏冰人偶 踏冰人偶的话是那种 冰跟超能力属性的 我就把我的不要停小姐姐 拿回来 哇 他已经有点受伤了 有点危险 我不知道先帮 不要停小姐姐补生命值 还是先踢他 那我就 先 踢他好了 用火焰球 哦 好险 如果他先出招的话 我可能就回家了 没想到是我先出招 那你就回家了 踏冰人偶再见 好的 冠军赛哦 不简单不简单 快死快死 他派出千面碧翼 千面碧翼哦 是那种泪眼吸的进化版 那种最高进化版 那他是那种水属性的 我就派出我的 阿拜 阿拜有这个 电属性的攻击 哎 我差点弄错了 阿拜 有破音电属性的攻击 去吧阿拜 哈哈哈哈 那 切面碧翼哦 这样子 他可能会攻击我们 不过 我打算先 补一下我的生命值哦 不要停小姐姐的生命值 我还用一个全满药 到不要停小姐姐这边 让他恢复一下 让我猜阿拜可以抵挡住一次攻击 我使用内眼汪汪 内眼汪汪让我的攻击降低 不过 我就用我的破音 我攻击又降低了 看我到底能降多滴 看我到底能降多滴 破音 果然降低了 没有把他一次杀死 不过没关系 我的那个 不要停小姐姐已经回复生命值 等下可以跑出来打人 那我再来个破音 使用全部药 有什么用破音来了 最后的冠军战不是很容易 来啰 成功了 那我再来个破音 送你回家 泪眼汪汪 泪眼汪汪 降低我的攻击值 不过我 派出了破音 虽然降低还是可以把你送回家 好的 前面臂翼倒下了 没问题没问题 好 然后他派出的是 多龙巴鲁托 多龙巴鲁托是龙属性 龙属性跟幽灵属性的 那我就派出我的无极泰纳 也是龙属性的 好到最后这个最后的boss 其实很有用 收编到我自己的团队里面 这个龙跟我的龙看起来差太多了 那我就来个龙之波动 龙属性的攻击 哈哈哈成功了 拜拜 好的好的没问题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宝可梦 它要派出的是喷火龙 喷火龙的话是火跟飞行属性的 嗯 火跟飞行属性的话 哇 我就来替换一下宝可梦 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用喷火龙来喷它 换一下好了 换成 不要停小姐姐 我觉得 我对它 比较信任 虽然它是火跟飞行属性的 不过我没有水 无套杆纳是有水 还是我用无套杆纳好了 来喷 水属性的 我希望能够打败它 我最后一个真的超难的 我有 还有六个宝可梦都是活的 可以用车轮站 一定可以把他杀死的 我跟我自己讲 叫我自己不用担心 就战斗 它最后一个 六个急去化 所以我来急去化 来一个急去水流 它有好好见识喷火龙的真正实力 超急去化 好恐怖 啪啪啪啪啪 哦 终于到最后的时刻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也要急去化 希望能够先出招 如果不能先出招的话 希望能够 抵挡住他的攻击 加油加油 无套杆纳 加油 套你了 啊 就是对方先出招 急去草原 危险 危险 哇 哈哈哈 被打爆了 嗯 被打爆了 好没问题 那我来用我的 他現在蠻厲害的 就是那種放大的弄板 那種攻擊 那我打算先派幾個人先去 先去受死 比方說我的阿拜 拜託你了 阿拜 等到他縮小了以後 我再派我的 也許是 不要停小姐姐出來打他 那阿拜的話 就來一個 我也不知道 阿拜是準備出去送死的 爆音播好了 完蛋 完蛋了阿拜 撐住我阿拜 阿拜沒死嗎 阿拜居然沒死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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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一張 啊最後一個寶可夢果然厲害 這是他最後一次放大了 那我就來一個 噴射火焰 還是急續炮 急續炮 說不定我根本還沒發射急續炮 我就已經死 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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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有了 帥帥 早就派你出來就對了 無機泰納 你是最厲害的 喔耶 終於打敗冠軍了 不簡單不簡單 拿了一萬五千六百塊 在這個遊戲裡面 錢真的是 如果都一直沒有用的話 人家會問我說 為什麼有那麼多先機球 為什麼那麼多的 超級球高級球 我都拿去買這些東西了 因為錢留著沒有用 在遊戲裡面 所以 要幹嘛 給我們球嗎 還是 給我們冠軍的頭銜 丹帝 大奶妹恭喜你 你打倒了 打倒了無敵的冠軍 從現在開始 你就是新的冠軍了 耶 這遊戲好正面喔 沒有什麼勾心鬥角的 單地還是不錯啦 最終的結尾大家都出現了 全新的傳說誕生了 大奶妹 帥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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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現在是一個 最後結尾的片段喔 那我就先把我自己隱藏起來 然後等到結尾片段放完以後 我再跑出來 我再次回到你了 這樣子我又回來了 剛才在玩遊戲最後結束以後 你看到一個唯媚森林裡面的那個樣子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去唯媚森林那邊 我們還沒有打完 你以為結束了嗎 並沒有 這叫一週目 第一次打完而已 我們還有好多好多的任務沒有解 那我打算今天先玩到這個地方 那明天我們再繼續玩下去 明天我們去唯媚森林那邊 去做最後的冒險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做更多更多跟寶可夢相關的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